金針菇 我現在把一些金針菇丟到平底鍋裡面 現在大概是中大火的情況吧 我金針菇了大概三分鐘 我現在放的是完全沒有這個油的 火有點大 我還小一點 然後再放辣椒 一定有很多人說 不是應該先放辣椒再放一個金針菇嗎 沒錯 不忘記了 但是沒關係我去先讓它加熱一下 那我為什麼不放油呢 第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不沾鍋的鍋子 所以我會怎麼辦 我水杯不見 我會加一點水 這個時候我都還不會調味喔 我只是把它加熱而已 你不需要放辣椒啦 我都喜歡吃辣椒 因為我從小就是被訓練吃辣椒的 而且我覺得吃辣椒可以出鏡 這有點長起來有點不太科學 就可能出鏡你的血液循環吧 據說是有這樣的功能 我不敢保證 但是我就喜歡吃辣 我覺得辣很好吃 提味 再來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洗的小白菜對不對 小白菜的話呢 通常會把它切半 然後再切半 再筋的部分吧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是最硬的 所以現在讓我們放進去以後呢 再讓我們滾一下 這個時候我還是沒有調味 因為我學乖了 我以前就是很賤你知道嗎 就東西還沒有熟的時候 我就開始放進去 但是沒有這個 原巴啊 胡椒啊 有時候放雞粉啊 什麼之類的 你看喔 像我這個切這個 還是有點帶大塊的 所以怎麼辦 我盡量用剪的 方法這真的是吃起來 還蠻難下咽的 然後現在的火還是不變 還是大概是中小火左右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金針菇喔 金針菇開始出水了 加上我剛剛加了一點水 差不多這樣子啦 好不管 然後我會再讓它煮一下 我剛剛 又把一些葉菜類的 就像是最後的部位 把它丟進去 因為裡面的館呢 已經稍微熟了 因為它的葉菜很大片 所以我把它對切 然後呢 我再把剩下的把它丟進去 因為它已經熟了以後呢 我再開始慢慢調味 調味呢 就是很快 那基本上 我大概是要它悶一下 可能一到兩分鐘之後 就有蔬菜給你吃了 但是我現在還不會把 蔬菜就這樣生吃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加一點飯進去 然後再加調味 這個時候呢 就會變成真正的桃園雞飯 一般呢 我會用這個的鮮味炒手 或是有的時候我會加干貝粉 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蠻多鈉在裡面的 我現在呢 因為要計算我的鈉 我可能放個一匙吧 假設我吃一半的話 大概就是 101毫克 所以今天的鈉的部分 今天開始計算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教練要我這樣做 我就放一匙 滿滿的一匙 應該是夠啦 就是Andy的量 他想跟我吃一樣啦 所以我一巴一餐的話呢 大概就是180克 大約是50克以內的碳水 為什麼要這麼多呢 我一天能攝取的碳水量 就是125克 去看我身體的情況啦 如果今天假如說 啊 沒有力 那我就會多在訓練前的時候 攝取一些碳水 所以我會把50克的碳水 留在訓練前 然後訓練後呢 我們再看情況 我很健 我很喜歡吃蛋白棒 你知道嗎 超級吃蛋白棒 你看 Microtein蛋白棒這邊 然後這邊又一盒 然後下面又一盒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試一下味道 因為我剛剛除了雞粉以外 其他沒有加 這是鹽巴 還有鹽 還有什麼 有時候可以加一些那個 匈牙利紅椒粉 長這樣 我調味道不多 因為我就是 很懶得去買 反正就是我吃這兩個 OK 應該說很懶得去哪 是因為我覺得 我每次去Costco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離開 鹽巴 先加一些鹽巴進去 我不會加太多啦 我每次有辣了 所以我加這個進去 我就是 就是一種爽度 你知道嗎 沒有特別的原因 我就是喜歡看到它厚厚的東西 再來 可能還需要再加最後一個 不過我會先調味一下 然後呢 我會請Andy先試吃看看 然後他會跟我講他誠實的反應 來 Andy 剛好 可以 解釋下可以是 夠鹹 夠味道 夠鹹 夠辣 然後配飯應該蠻好吃 配飯應該蠻好吃的 不會太蛋 剛剛好 OK 你們大得請說要贊助我 我超愛喝你們家可樂的 沒有啦開玩笑吧 Coke Zero 拜託拜託贊助我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喝你們家可樂 然後呢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非常幫忙帶領的人 因為 因為 可樂它真的是可以幫助我在減職的時候呢 有那一點享受 知道嗎 因為它完全喝起來就像是可樂一樣 真的 拜託 如果有任何人看到可不可樂 或是在裡面工作的人的話呢 就是可以考慮 看看可不可以 我喜歡我合作的方式 最好是贊助我 因為我真的愛你們 好來 現在講正題 好講正題 白飯 為什麼要吃白飯 Andy你覺得為什麼要吃白飯 我從熱量 白飯裡面有什麼營養素 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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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一顆的碳水 是多少大卡嗎 四大卡 那你看我現在這個飯 這是熟的飯 這不是生的飯 很多人問一個問題 他有請問我要秤熟的飯 還是生的飯 今天我就一次統一回覆你們 如果你眼前是熟的飯 你就秤熟的飯 只要在MyFitnessPal上面搜尋熟白米飯 它就會跳出來熟白米飯的營養素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秤生的白米飯的話 那當然你搜尋的時候 就是要搜尋生白米飯 它就會是生白米飯的營養素 你只要放它秤重上 就知道它裡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克數 在了解嗎 所以這邊是熟的飯 所以等一下呢 我剛秤的是1.8克 大概是不到10克的碳水 那因為飯已經冰過了 所以說我自己會加一點水 然後蓋一個容器上去 加熱大概1分鐘它就來 這是我昨天 我昨天要吃的 那個什麼筍啊 角白筍 角白筍 然後上面已經有蟲了 幹 好 把它挖挖挖 沒關係 我真的忘記這個 謝謝MyF Bro 對不對 給它1分鐘就好了 不到1分鐘了 好 再來處理雞肉 趕緊把一個酥肥器打出來 人家說酥肥器不是要真空嗎 對 我是以我可以在地球上面做的真空方式說先做真空的 因為其實在地球上面的話呢 沒有所謂真正的真空 尤其是你自己在家裡做的那種真空機 應該沒有講錯吧 我們剛剛是不是把飯已經加熱了對不對 然後菜已經好了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來準備 雞腿肉 Andy的話你想要吃多少 我讓你吃絕對是足夠的料 這是酥肥肌 然後呢我都是已經把它一個 鹽水淹過 至少一個晚上 8個小時以後呢 這個8小時要放在冷藏裡面喔 有些人問說 是不是要把它放在室外 不是喔這個雞肉 一定要把它放在冷藏裡面 它才不會支撐太多細菌線上面 所以先淹8小時以後 就是一個晚上 然後呢我再用酥肥的方式把它煮熟 所以它就變成是一代一代這樣子 你想要吃什麼樣的感覺 切塊 好 這個非常好吃 那我是不會去加熱它了 因為我覺得 是我已經找到一個 非常軟嫩的一個時間了 那如果你要不知道這個時間的話呢 看我上一集的影片 或是影片底下的話 就是有一個連結 你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做 在吃的雞胸肉是怎麼做的 你看看這雞胸肉就是 超級嫩你知道嗎 其實我是可以用湯匙 直接把它切斷 只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是 我們在備賽 Andy也在備賽 所以說 我們真的沒辦法吃一些醬料 你知道嗎 不過等一下我們可以配一些 Siraccia Siraccia 你吃過吧 有 這你OK吧 可以 Siraccia就是一些比較 有一些辣味在裡面 在國外非常的紅 一種調味 一種調味甜辣醬 蠻好吃的 只是說它有碳水 所以那你真的要記住一下 好我會加一點這個 上色 也是一種爽度 其實它真的味道很重嗎 一點也沒有 好這時候呢 可能會稍微加一點鹽巴 雖然我已經醃過了 但是 一點點鹽巴 我覺得不會是一件壞事 然後就是有點提味的感覺 一點點就好 這邊克林斯蒂 就是一點點它就這樣 啪啪就這樣子 直接打下去 你知道嗎 一點點 我就不敢 不知道怎麼加下去了 你可以學收備 收備是什麼 撒雲哥 喔 幹好像你家太多了 沒關係 這應該OK 吃起來有一點 海南雞的感覺 海南雞本來就鹹了吧 對不對 海南雞算鹹了吧 那我跟你講這perfect 這百分之百你會愛吃的 剛剛是你的已經 飯已經好了對吧 這飯有點賞 你看 飯它已經加熱過後 就是這樣子 軟軟的 看起來就很香 飯不多啦 如果你要還要的話 還有 好再來 我們剛剛的重頭戲 完全沒有帶任何油脂的蔬菜在裡面 我錯過的話 這樣子大概120大卡左右 那至於說裡面的營養素呢 大致上 全部都是 碳水 輕微的碳水 這種纖維質 再加上一些 脂肪 to my surprise 這金針菇它是有點脂肪的 OK好來 就直接 放在旁邊 好像表現出專業很會擺盤一樣 排盤 排盤啊 然後把東西先推過去 我知道一個方法 突然想到了 突發奇想 今天來陶家吃飯啊 陶家吃飯是 我們都怎麼吃嗎 我們吃肉吧 我們吃肉 吃肉就是這樣 希望你吃完這些肉 哇哦 你想要吃蛋嗎 我們可以煎個蛋 然後把蛋放在旁邊 你覺得咧 可以 好 那就這樣做 我幫你弄個蛋 哈哈哈哈 我幹 差點弄倒 哈哈哈哈 哇哦 先弄一下 這些肉全部給你 開始了嗎 那我來POSE一下吧 好久沒有POSE進來 OK 我剛剛已經把飯都鋪好了 那剛好有兩顆蛋 我說OK 就弄一顆蛋好了 只是說蛋的話一定要用油 你知道嗎 贊助一下 贊助一下 但是話一定要用油啊 所以呢我自己吃的話 我可能就沒辦法吃 我可能就只吃蛋白吧 然後我已經熱過囉 我已經熱過大概五分鐘了 所以比較燙一點 大概這樣子吧 這樣子大概二到三克左右 一點不多 不過如果Andy要吃的話 再加多一點 我怕就沾鍋這樣不好 這個你是在Costco買的 Costco贊助我 趕快贊助我 還不是快贊助我 我每天 每個禮拜 都去那邊 就會這些可可樂 真的 可樂可樂啊 這也是你今天買的啊 這也不是故意放的 你就是自然就長這樣 我一天大概喝五罐吧 你家到處都是河 你蛋想要是什麼蛋 可樂蛋 可以 陶式煎蛋 半生不熟的蛋黃 半生不熟的蛋黃 給你來一個test 半生不熟的蛋黃 沒問題 我覺得用這個蛋啊 可樂蛋啊 應該最重要就是它的溫度 我猜啦 我真的不會煮飯 但我就是有點憑經驗這樣子 我猜這樣應該太熱了 所以我大概稍微降溫一點 等大家一下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休息 好 再練一次POSE 一言不合就POSE OK 好 好來 可能還是有點太燙 不會有關係 來吧 喔完美 完了完美完美 稍微再 小一點點 可樂蛋就是這樣 你不管它的時候 它把它爛給你看 所以說我這邊的話我再加一個蛋黃 然後我把蛋黃也打在旁邊 好 好 就這樣 我才丟了大概不到一分鐘吧 可能火夠大了 因為它表面那邊稍微有點焦了 所以這時候我就要把它拿出來 反正Andy喜歡這樣吧 對吧 可以 可以這樣吧 然後都可以把它攪和一下 鹽巴上一下 一點點就好 不誇張 大概就一撮吧 一小撮啦 這樣這樣就可以了 這上面就好 然後這塊是我的蛋白 我現在火拔過來最小 蛋白 喔幹 我要機身大含量 我都忘記記了 靠北喔 沒關係 招練爆笑也沒得起 好來 準備起來了 好幹 哇 分離了 哇 分離了幹 那是OK 我忘記我剛放多少 好像 四百 四百八十一克 我等一下 一定要配手 哇 就是 我覺得雞肉就是這樣吃出來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人說 請問兩百五十大卡 是怎麼樣吃喔 就是這樣子 你要跳脫 一百人傳統食油的方式 你要接受 這個就是掌出的代價 你今天要長的 比別人還要來得大 你自然 就要給 比別人還要來得多的養分 這是很 天經地利的事情 不過 你不需要 都靠這些肌肉 來當作你的蛋白質來源 你可以靠 比較便宜的方式 也比較方便的方式 像是乳清 乳清的話就很方便 乳清的話 它便宜嘛 然後一份蛋白質量也蠻多的 所以說 我覺得可以用 乳清的方式 那因為我現在 準備比賽 所以說 我覺得 如果我今天要太多乳清的話 我的熱量一下子 就感覺沒了 沒有體積嘛 乳清沒有體積 它就是 它就是流脂的東西 很快就會被身體吸收了 那吃肉就不一樣 那就是我第一層 第一層我都會先 吃多一點 蛋白質 因為晚點的時候會中序 我該多幹 好這個給大家吃 先吃什麼肉 好 好吃可是太飽了 好吃 真的 現在蠻沉的 真的 你可以吃點甜的嗎 我現在最想吃地瓜 唉唷 對啊 但地瓜要去買 要去那個 要去那個什麼 全家 全家那種地方買 對 要去買嗎 就要開始去 開始去買 然後 不是買一家買地瓜 但是 我對地瓜很 有一種偏 就是什麼講 偏直 偏見 就是 哪方面 沒有 它形狀喔 不是不是 它說你一定要什麼形狀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跟你講 我對地瓜有一個 我沒有跟那個人講過 好你說 我聽 對你聽應該 好我聽 你知道地瓜 在很多 便利商店都有賣 對 那有哪些 其實7M不是也有嗎 可是7M好像是真的 真的 然後 全家是烤的 我大概只知道這兩家 應該就是這兩家 應該也是這兩家 好OK 好然後那你兩家都吃過嗎 都吃過 那你去哪一家的標誌 我還是會吃全家 烤的啦 變皮啦 比較脆啊 那你覺得去每一家 烤的都會差不多一樣 感覺嗎 我沒有特別比較過 我跟妳講 我比起來過 所以你有你特別的 設備設備的店家嗎 對 然後它稍微比較遠 然後我等一下7點上開會 那個遠是 要開車一段 要開車一段距離 走啊去啊 7點才行吧 去買個地瓜回來 沒關係 我們開會 你在車上開就好 真的嗎 應該可以啦 所以今天就要加現在 現在Facebook的狀況而已 OK 好 Let's go Let's go 阿宇超雞巴大 好那你要告訴我怎麼走 好 我們直接走高速公路好了 我操要上高速公路了 對 好 行 對 因為這個就是比較遠 可以可以可以 餵地瓜走天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 剛剛 剛剛就是在 要趕去 趕途公司 真的要趕到我剛剛說 那家全家實在太遠了 不好意思 所以就先回來 然後呢 我們吃了 蠻多吃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地瓜 OK 再來呢 一些關東煮 沒什麼熱量的 所以就結束了 這支影片 OK 很餓 吃一下 今天是休息天 等一下還有兩張回憶 OK 我們下次見 Peace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